对于未来架构的创新发展 中国联同又提出了 从云网融合埋下 算网一体的理念和愿景 即将发布Kubernetes 3.0 未来网络架构白皮书 中国联同为何要这么做 如何实现算网一体 在本届MWC上海2021上 中国联同首席科学家 唐训愿将带来精彩的分享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联同在云网融合方面的实践 也介绍一下中国联同 推进云网融合 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思路和规划 在2015年发布了Kubernetes 2.0 新一代网络架构白皮书 提出了面向云端酸中心的 捷舞制约型网络架构 失望了之余SDNFV 构建了弹性超宽网络 提供了云网一体化的服务 也打造了开放的产业生态 那么近年我们也在成语网的这个领域 也在推动SDN的应用 那么来建设智能成语网 提供端到端的云网一体化的服务 那么实现用户的便捷入云 云间互联和弹性的服务 用户使用我们的云联网的服务 那么可以自由的选择云服务提供商 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到来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那么智算资源已经无处不在 那么我们需要为端边云 那么不同的算力设施 那么提供一个更加智能的融合的一个服务 网络和算力可以说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支持 那么新基建可以说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 5G云和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今天新基建的技术三要素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基础设施的发展 也是围绕着这三个要素在积极的这个推进 那么我们的放载计算主要是指由云边端 三G算力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基础设施 那么放载计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一方面可以鉴定实验 另一方面可以鉴定成本 所谓的鉴定实验也就是说用户和应用 可以就近获得相应的算力服务 也许有一些这个应用 那么可以在端或者边 那么获得算力服务 那么不需要到中心语言上面去 另外随着端和边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应用的增加 实质上物理传输的距离在缩短 传输的成本就会在下降 另外我们不同的应用利用不同的算力资源 也可以使得我们的算力的这个利用率 会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算力网络也成为了今天 整个的信息通信网络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热点 多样化的这个算力 那么如何提供给用户提供给应用 那么运营商在这个上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把算力和应用资源那么提供给用户 那么把服务进行串联 真正的向用户提供算力加应用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服务 也使得运营商从传统的管道运营商 转型为新兴的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 那么算力服务的底层技术实质上还是我们的网络 那么我们需要增强我们的网络的能力 实现了感知算力调度和确定性的连接 我们的网络要能够感知智商资源 实现了灵活匹配动态调度 将任务路由到合适的目标智商节点 今天我们更多还需要关注端到端的确定性 实现网络的无审的传输 那么引入SR的技术加入新的算网的元素 那么最终要达到感知算力的调度和确定性连接 这么两个的重要的特征 那么中国联通的这几年也是高度重视算力网络的发展 一起在支持推动算力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研发工作 那么在2019年的话 中国联通就在国内发布了第一本算力网络白衣书 在去年底的话 中国联通又发起成立了算力网络产业联盟 是往进一步的推动算力网络技术的向前发展 下一个阶段 那么算网一体的这个阶段 实际上是云网融合了2.0的阶段 那么网络需要为云边端算力的高效协同 那么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 智商和网络将深度融合 所以说我们就把网络看作有这么三个发展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就是每一个阶段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就是说在联网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们今天联网的技术还需要秩序的发展 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所变化 我们从群粹的追求带宽 我们需要追求超低食言超可靠的 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连接服务 那么为了推动网络的发展 那么中国联通希望在今年也会开展 一系列的网络创新工作 那么我们会打造三大网络创新的四点 第一就是算力网络实现算网一体化服务 第二就是确定性的网络 希望面线行业应用和视频业务 提供确定性的定制服务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打造全观底座 希望实现云观一体服务 希望跟行业的合作伙伴 共同来推动构建面线 未来的新一代的数字基础设施 更好的服务于数字经济 他们对网络的需求不只是上云连接 还渴求泛载算力 而泛载算力又推动计算与网络的深度融合 让云网融合迈向新的阶段 算力网络的基础 是感知算力的调度和确定性网络连接 所以在2021年 中国联通网络创新会聚焦三大试点 分别是构建算力网络 来提供算网一体服务 构建确定性网络 为行业应用和视频业务 提供确定性定制服务 以及深化全观网底座 来实现高品质承载 中国联通的系列动作 将推动整个DNCT产业的 网络演进和发展 吸引更多行业合作伙伴 共同构建 面向未来的新代数字基础设施 更好地服务于数字经济